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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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來到置富通的Fintech全方位 繼續和大家看看2024年 金融科技解當中 會有什麼新的趨勢出現 再次歡迎我們的嘉賓張先生 Hello 張先生 你好 上星期提供了很多 關於虛擬資產其中之一種 就是虛擬貨幣 尤其是坊間也提供 2024年是Bitcoin的元年 因為有些減半機制出現之外 也有些現貨ETF或期貨ETF的產品 有機會在交易所內進行交易 不過也是 虛擬資產有很多種 其實虛擬貨幣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如果說到整個虛擬資產市場當中 預期2024年會有什麼新的方向呢 現在看到多了人去討論一個 term 叫做RWA 就是Real World Assets 中文很直白翻譯 就是現實世界資產 其實是一件什麼事 怎樣做法呢 就是現實世界內的資產 我們現在怎樣去買賣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買賣 又或者通過一些複雜的金融手段 就是在交易所上市 但是怎樣去提供流通量呢 有些很聰明的人想到一些方法 譬如說我有一層樓 幾百萬元 未必每個人都拿到幾百萬出來賣樓 但是你又想參與地產市場 那怎麼辦呢 他就說我們利用這個區塊鏈的科技 將這個資產可以斬成很多份 很多份 舉個例 一件一百萬的貨 我將它斬成一百份 一萬元也可以入場 然後將它所謂代幣化 變成一個代幣 然後在持牌交易所上市 就像買股票一樣 去買現實世界的資產 譬如是一層樓 或者是黃金 或者是任何值錢的商品 我們都可以用類似區塊鏈的科技 將它代幣化 然後上交易所 給普羅大眾去買賣 這就是所謂RWA的做法 其實是否所有 現在在現實世界的資產 都可以做這件事 技術上是 要解決的就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法律上 你怎樣去保證 當我拿這個代幣 去贖回這個資產 去做Redemption的時候 這個法行商是真的會 給你這件事 在法律上 怎樣給你十分一層樓 對 究竟怎樣做呢 你不會給你十分一層樓 他就要給你錢 背後的操作是怎樣 這個就是一個 我相信是一個蠻複雜的法律程序 現在如果法律上 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保障 這件事很難去流行 所以第二個難關就是監管問題 你先要有一個監管 現在我覺得香港已經走到一部分 就是一個發牌機制 現在已經有兩間持牌機構 接下來將會有更多 接著就是已經有一個保障投資者的機制發牌 再配合到接下來的一些細節的法律保障 讓投資者去做Redemption的時候 可以真的拿回實物 或者拿回相關的法定貨幣 這件事就可以普及到 至於是否可以流行呢 我覺得都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聽上去好像挺好 因為可以增加了流通量 原本幾百萬的東西 我可能減少了很多份之後 等多些人可以參與 流通量多了 理論上是好事 但是情況就是 這些做法很新 大家要消化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什麼叫代幣化呢? 不是一個馬上消化的概念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究竟這樣做之後 成本是低了還是高了呢? 可能是高了的 因為你多了法律程序 而且你多了法律程序 你每一層的總成本 因為多了人 有些發行成本 到時也會發行成本 發行成本 發行成本 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就高了 原本那件貨是一百萬的 可能做完這些東西 變成一百萬 所以總成本可能高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利潤空間 想像空間 可能沒有現在的 所謂的Web 3項目那麼多 因為這些Web 3項目 無論是 所謂的Social債 Game債 Pay to Earn 這些項目 它是怎樣? 買空買空的 原本就沒有那件事 所以它的成本其實是低的 成本低就是怎樣? 利潤空間就可以很大 因為當大家都相信那件事的時候 你可能有幾倍、十倍、幾十倍的增長 都不奇怪 但我們回到現實資產 就是用我剛才的例子 這是一個房地產項目的例子 我原本的原意就是 將它減少了增加的流通量 但會不會因為我減少了 增加的流通量 它可以升十倍? 似乎不是這樣 如果上網空間 不是有那麼多倍的話 現在的網站內的錢 會不會這樣湧出來玩RWA呢? 我覺得未必 但反而在現實世界內的錢 會不會這樣去玩RWA呢? 這就是有可能的 所以究竟這個新產品的誕生 究竟是在搶哪邊的錢呢? 大家就拭目見外了 聽你這樣說 其實真的要它普及 是一段好像比虛擬貨幣更漫長的路 因為我們上集也有說 比虛擬貨幣也在2009年 走到2024年 大家才稱它為比虛擬貨幣更漫長 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如果要這個真正的硬性 都能走到普及的 其實這條路會不會比比虛擬貨幣更長? 有這樣說 又看一些很有創意的人 想些甚麼 我觉得有一个契机很适合香港做 因为香港是美元区 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好的资产未必在美元区 举个极端的例子 例如在非洲落后的地方 有些很好的资产 可能是矿场 临业 举个例子 天然资源 这个 资产有什么方法 可以 增加流通量 吸引全世界投资者 都可以参与这些项目 如果我们有这些RWA的做法 那就可能 很棒了 因为 香港既然有完善的法规 又是美元区 又有持牌交易所 是否可以吸引全世界 这些非美元区 的优质资产 来香港通过RWA的方法上市 然后吸引世界投资者 如果做到的话 那就是可以帮助 一些非美元区的资产 美元化 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是否其实其中之一个 我们不要说优点 是一个特点 为何要将现实世界的资产 搬上去区块链上交易 其实因为过往 我们未必有渠道 有方法 去接触得到 虽然它是现实世界 但其实我们是完全 没有途径去接触 就是比较少 或者只是一些 很专业的投资者 很大的投资者 才可以做到的 以前就是这样 现在有一些 特别的资产 入场满栏 可能对于一般大众来说 就略为 降低了一点 是大幅度降低的 稍后回来 要和张先生一齐谈 除了虚拟资产 和现实的资产 如何结合之外 讲来讲去 我也是讲 虚拟资产 究竟怎样进行交易 在有监管底下 其实是不是 变成了 新手入门 又会比较容易 新手如何加入 虚拟资产 这个市场里面 稍后回来慢慢分析 继续回来自 普通的Fintech全方位 张先生刚才说的 Real World Assets 可能 是比较需要长时间 才会普及的 其实 不是太建议 就算现在有得 去做这些相关的交易 也好 作为新手的话 这一个 难度或者 需要理解的地方 会比较高 可能不是一般新手 对 要学习一下 给这些时间 如果虚拟货币 我们已经是学习了一段时间 对新手来讲 是否算是 比较容易 掌握得 多一点 另外 其实 再要控制风险 虚拟货币始终的波动都比较大 稳定币是否一个可以选择的其中之一个工具 稳定币 如果你用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 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现在外面 有一些稳定币的定期 或者活期的 存款方案 利率都挺高的 尤其是当涉热的时候 人们需要 买稳定币 入场买比特币 稳定币的需求 多了的时候 最近我听到 可以去到定期 定期差不多有9厘 你听到 美金定期 可能只有5厘 为什么可以给9厘 这当然是供求的问题 但是 因为有一个这么高的利率 就会吸引到骗子入局 好像之前这类的情况 也发生过 所以现在 又是酝酿着监管的情况 好像 去年年尾 其实都是上两个星期的事 金管局 财库局 有份资深文件 就是说到 要规管 稳定费 发行 以及交易 里面有一点 很清晰的说明 它是建议 禁止 稳定币发放利息 即是说 如果 将来 如果有人想发行 港币稳定币 在香港发行 法定货币稳定币 就要拿牌 第一 第二 就是不可以给利息 所以如果你是想着拿来投资 又没有利息 那你拿来做什么呢 所以可能 未必是一个投资工具 其实稳定币 最初的角色是什么呢 为什么 它会叫做稳定币 因为我们曾经 也有在节目中说过 稳定币 不是它的名字 一定是稳定 或者是发生过 稳定币不稳定 爆肤事件 其实它原本在虚拟货币的世界里面 它的功用是什么呢 这是要谈说一些历史的问题 其实稳定币没有十年 是稳定币 当初稳定币 没有流行 数字 直到什么时候呢 大概是2016 17年左右 当时中国大陆突然禁止用人民币去买比特币或其他金融货币 你不能用法定货币去买比特币 那我用什么买比特币呢? 人们就想起有一件事叫美元稳定币 当时最大部分的买家就是人民币 拿人民币去买美元稳定币 然后我拿了美元稳定币 到时再放入交易所里面 当比特币低的时候便可以入场买 所以美元稳定币当时发挥了一个角色 做一个中间角色 让人们可以先把他的法定货币 先变成美元稳定币 然后放入交易所里面 做一个币币交易 去入场买加密货币 主要是这样的功用 就是因为各地政府禁止 利用法定货币去买比特币 其实是这个原因 但如果现在已经像香港那样 例如可以用港元或美元去买的话 稳定币的角色便没有了最原本的功效 这个功效是的 但是中间有些人又因为要收到钱的需求大 以及想把钱美元化的需求大 美元化我当然可以直接买美元 但是你想想 是香港人这么幸福 可以随时买美元又没有金额的限制 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外汇管制 那怎样呢 我有外汇管制 我不是那么随便可以买到美金 但是美元稳定币不同 因为很多地方都没有完善的监管 反而美元稳定币的需求突然很大 因为我要将我的钱变成美元化 其实是这样的意思 再加上有很多加密货币的衍生产品 一些复杂一点的结构产品 你未必可以用到这个法定货币去买 所以又是要用美元稳定币 所以其实主要的需求是在那边 港元稳定币呢 又有没有市场的需求 又或者需不需要这一样产品出现呢 其实这个所谓数字化的港币 或者人民币 我们已经说了很久 数字人民币已经出现了 现在我们在说数字港币 另一个名字可以叫做数字稳定币 只是名字而已 现在都在说好像需要它的诞争 为什么呢 有几个好处 除了可以作为一个进入区块链的桥梁之外 其实大家想一想 在现在一个网络犯罪 一个这么猖獗的时代 如果你的钱是能追回的话 这样便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现在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在出稳定币 或者叫做数字法定货币 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杜绝罪案 因为假设你有些钱 是不知为什么被人骗了去哪里 但是它的发行商有监管 甚至乎是政府本身的话 我可以有法庭警方那方面的证据的话 我便可以冻结或者直接烧掉那些钱 责任来说 我便没有了一个诱因去骗你的钱 因为我压制到我没有用 你变相洗黑钱 犯罪收益 便更加难收到那些钱 预期就是2024年 虚拟货币市场当中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可能是比特币的元年之外 其他的虚拟货币 又会有什么变化 或者在币种上 有一段时间 不断很多很多新的币种 但是来得快去得快 上了场之后 没多久又消失了 现在整个币圈的发展 其实会不会是洗牌了 一些没有质素 或者是一些不合法的 已经被淘汰了 未来是否可以叫做 经常都说健康有罪的发展 我未必这样看 我觉得有一部分会健康有罪 但是没有监管的 没有实力的 乱离的人 其实我觉得没有少到 可能多了 因为始终区块链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permissionless 即是任何人都可以在链上发幣 问题是有没有人买 还有是否上到交易所 有没有监管 当然最好我们当然是建议 大家在持牌的交易所 去进行这个投资 但是始终有很大部分的币 其实是没有上到交易所 没有上到交易所 是否代表你买不到 不是的 因为你都可以用弊弊的交易方式 POP去交易 其实都可以 所以始终是一个科技特性 你是禁止不了 那些人去立乱发幣 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会出现 仍然是良有不齐的情况 如何尽量去保护自己的虚拟资产 或者是在交易的时候 如何将风险可以降低 如果你不太认识 我建议真的在持牌交易所做 现在香港有两间 未来更多 或者直接不要理会那些币 直接用ETF的方式去买 完全是一个法定货币 即是美金或港币的方式去购买 其实你没有触碰过那些加密货币 也是一个方式 如果你认识多些 可以自己操作 那你就要有自己的钱包 即是尽量不要将资产放在交易所里面 我们都常会建议一些人 你的加密资产应该最少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放在自己的钱包里面 那是你的储蓄 只有少部分是放在交易所里面 就是随时可以买卖的 那部分应该是占很少部分的 你再深入一点 那你可能有一部分 会放在一些加密资产里面 而未必是货币 可能是NFT 所以看大家的程度是怎样 我当然没有什么投资意见给大家 大家要做功课 现在已经多了很多渠道 多了很多监管 其实方法已经多了 大家可以自己做功课 多了很多法规 大家也要不断地了解 因为其实就是一些法规或讨讯文件 不断持续更新 我们的节目都会帮大家继续分析 多谢张先生 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 你现在在看智库财经的YouTube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后 按下小铃铛 我们有最新的讯息和最新的视频 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还有一个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记得也要支持一下